祝大家平安 祝大家平安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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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一切榮耀回給我們的父神 感謝神的恩典 我們可以來到神的面前 有這麼好的一個禮拜堂 我們一起來敬拜堂 是不是覺得很感恩很喜樂呢 當我在牧羊教會的 姊妹的時候 我心裡面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也許在牧位的過程裡面 或者是說我們在教會生活當中 我們會去思考一些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非常重要 是什麼 他的幸福指數高不高 一間教會也許人數很多 也許建築物很美 也許節目活動很精彩 但是身為教會當中的一分子 你有感覺到自己很幸福嗎 讓我們來想一想 你覺得身為永福教會 這一個屬神的大家庭的成員之一 你的幸福指數如果從一到十 十分是感到非常的幸福 最幸福一分是感覺不到幸福 你大概會給自己幾分呢 這項教育指數禮拜當中 偶爾我們會邀請弟兄姊妹來做見證 來分享神的愛 分享見證就是在彰顯神的榮耀 同時呢也是在告訴別人說 我真的很幸福 每一個見證都可以說是幸福的記號 請問你最近一次跟人分享見證是什麼時候呢 分享見證對你而言困難嗎 這項教會我們鼓勵弟兄姊妹 我們不只是要有穩定的靈修生活 要讀經祷告要默想 我們更期待我們鼓勵弟兄姊妹說 我們可以來寫靈修筆記 從過去可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開始努力操練到一個禮拜 至少你要寫三天的靈修筆記 透過寫靈修筆記 我們在操練以下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從所讀的聖經的經文當中 我們去思想神的屬性 去思想我們的神到底是一位怎麼樣的神 第二呢 從所讀的經文當中 我們把所領受到的真理 教訓或是教導把它寫下來 並且呢 把我們可以如何把領受到的真理 應用在生活當中 實踐在生活當中 一個可行的方法 一個實際可行的方法 或是行動的計畫 把它寫下來 第三個 我們來操練聆聽神的聲音 聆聽神對你說話 當你領受到神對你說話的時候 你把它寫下來 並且把你回應神的一個禱告寫下來 最後一樣操練 就是要操練每天至少要寫下五件感恩的事情 很多人一開始會覺得說 要每天寫五件感恩的事情 感覺好像很困難 因為一整天忙碌的生活工作 一下子就過去了 好像沒有空檔 特別去思想神給你的恩典 我想要請問大家 你可以每天想到五件值得感恩的事情嗎 其實如果我們認真的去思想 我們其實真的沒有從神領受到 任何一點的恩典 好像神獻上感恩 或是向人做見證嗎 還是說我們都忘記要感恩的呢 在今天所讀的經文 鐵撒羅文家前書的第五章 十六節到十八節的經文 告訴我們說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要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神要我們學習 要凡事謝恩 學習感恩 學習數算神的恩典 你知道嗎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 這三個神 像我們所定的旨意 他彼此之間 他是有極大的關聯的 當我們懂得凡事謝恩 當我們可以常常不住的禱告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常常領受到神給我們喜樂 所以神要我們學習凡事謝恩 神要我們學習數算神的恩典 而見證就是為了要數算神的恩典 傳揚神的作為 乃是為了要將榮耀歸給神 這也是一種分享的方式 跟人做見證 就是在向人分享 我們不要成為一個自私的人 我們不要把我們從神所領受到的恩典 我們只想自己來獨佔 我們必須願意跟人分享神的恩典 透過我們的見證 激勵彼此的信心 經過我的觀察 我發現那些常常向神感恩 並且時常向人見證神的恩典的人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時常是充滿喜樂 但是相對的那些不懂得 數算神恩典的人 卻常常是一副愁眉苦臉 活得很憂愁 常常會埋怨多、埋怨西 今天神的旨意 是要我們學習凡事謝恩 神要透過我們 願意順福來遵從神的旨意 使我們的生命可以更加的存全 討神的喜悅 並且要使我們感受更多神給我們的恩典 其實神的話語 一直在教導我們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幸福可以很簡單 我們看見很多人 他庸庸陸陸的肚子 過一天算一天 因為有很多人 常常哀聲叹氣 埋怨他的生活 過得不如意 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可以擁有幸福 一個人覺得自己不幸福 我想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他還沒有發現他人生的意義跟目標 自從亞當和夏娃犯罪離開一定員之後 我們人類就失去了重返伊甸園的道路 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更加不知道我們要往哪裡去 我們落入了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 這樣子的混亂當中過著迷失的生活 聖經雅各書四章四節 他這樣子形容人的一聲說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 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 你們原來是一片零路 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不知道人生的目標和意義的人 就像聖經耶利米書17章第五節所說的 經文說耶和華如此說 倚靠人血肉的綁定心中離棄耶和華的 那人有禍了 我們憑著自己的血氣或者是肉體而活 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唯有讓我們回到神的面前 我們才能夠得到幸福 因為我們的神就是幸福的源頭 以色亞書第五十三章第六節說 我們都如羊走迷 個人偏行幾度 耶和華時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會在祂身上 我們看見神祂為了要恢復我們的幸福 才顯了祂的獨身子耶穌基督 為了我們背負了我們的罪災 受到了極大的痛苦 被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捨身流血 透過這樣子 拆毀了我們跟神之間隔斷的牆 使我們得以重新回到神的十恩寶座前 重新的來領受神給我們的祝福 透過耶穌基督 我們不僅罪得赦免 我們重新的得著了一個尊貴的身份 那個身份是什麼 我們的身份就是神的兒女 因此我們明白我們的生命的價值 就是順服基督 順服耶穌 我們的生命的目標就是天國 就是永生 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為救主 因此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能夠感到很平安 感受到喜樂 感覺充滿盼望 感覺自己很幸福 另外要得著幸福 除了要發現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之外 我們也需要放下貪欲 學習像主一樣 存著一顆謙卑的心 在順國太賢書第六章第六節到第八節這樣說 他說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人 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 也不能帶什麼去 只要有依有實就當知足 我一直覺得 一個懂得知足的人 他就是一個最幸福的人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人的慾望 常常是無窮盡的 私欲是會不斷的成長 會一直引導我們走向災亡 雅各十五節第一章十四節到十五節告訴我們說 但個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千里誘惑的 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 罪季長成就生出死來 所以一旦我們心裡面有私欲 我們有貪心 就會為了要滿足我們的欲望 不擇手段犯下各種的罪 最後總相滅亡 在美國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一個科學家 他也是文學家 同時呢他也是一個外交家 他的名字叫做富蘭克里 他曾經這樣說過 他說貪心、貪幸福 絕對不會相遇 貪心、貪幸福絕對不會相遇 他們只能成為朋友 而一個世界上非常有錢的一個人 就是石油大王洛克貝勒 他也曾經這麼說過 他說認為有錢財會幸福 是錯誤的觀念 我們想想看 在這個世界上有幾個人 能夠像洛克貝勒那樣的有錢 但是他卻認為說 有錢的人就會幸福 是很荒原 我們永遠在耶穌基督裡 服侍父神 靠著聖靈豐盛的恩典 而活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享受真正的幸福 並不是依靠這個世界給我們 並不是依靠我們的錢財 也不是依靠我們的地位 乃是我們要真實地活在耶穌基督裡 活在神豐富的恩典當中 我們才能夠享受真正的幸福 神說到我們依靠祂的時候 神的恩典可以使我們不用憂慮 要吃什麼 要穿什麼 要喝什麼 要克制欲望 我們就必須要存著一顆前輩的心 謙卑在神的面前 我們先求神的活和神的意 我們要專心地信靠耶穌基督 祂就會為我們的人生負責一切 當我們專心服侍神 我們守主日 我們十一奉獻 我們獨行禱告 我們盡力活出信仰的時候 神祂就會照顧我們的這場生活 幫助我們沒有憂慮 幫助我們可以享受幸福 要得到幸福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維持美好的人際關係 今天神祂創造了我們 並不是要我們獨自的生活 神喜悅我們過群體的生活 神喜悅我們可以在群體的生活當中 享受關係 所以神不但創造亞當 祂也創造了下王 並且使他們一起生活 創世紀第二章二師解說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親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 夫妻關係要良好才會幸福 有了小孩之後 親子的關係也要良好才會幸福 兄弟姐妹之間的手足關係 也要良好才會幸福 如果我們跟眾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跟人之間的人際關係也要良好 我們才能夠享受更大的幸福 為了要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我們很困難只依靠自己的努力 或者是只是想要靠自己的修養 這些沒有辦法 我們要跟人的維持良好人際關係 乃是要藉著常常倚靠主 並且學習去瞭解對方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神很奇妙又獨特的創造 在人跟人之間 我們有不同的個性與也有不同的經驗 我們不能夠期待對方要跟我們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努力去了解對方 並且敬得去接上對方 去欣賞對方 在你的前書三章第八節說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 彼此體恤 相愛如弟兄 純憐憫悲的心 我在羅馬書十二章十八節也告訴我們說 若是能行 總要盡力與人和好 若是能行 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所以為了要與人建立美好的關係 我們也要分享喜樂 我們要與人分擔憂傷 羅馬書十二章十五節說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與愛顧的人要同孤 所以我們要學習 要有同理心 我們要彼此分擔重擔 我們要體貼頓放 這樣才能夠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曾經有弟兄姊妹在跟我說 他說因為他跟某某弟兄姊妹不是很熟 所以當對方有家人過世的時候 他就沒有特別去關心 或者是去參加告別禮拜 也許我們不能夠苛責他說他沒有同理心 但他也確實失去了一個 可以與對方建立良好關係的一個機會 特別是當對方遇到了非常憂傷的事情的時候 也就是最需要別人的安慰跟鼓勵的時候 這個也是神所賜給我們 能夠與人建立美好的關係的一個機會 我們必須要順著聖領的感動 彼此分擔重擔 體貼對方 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而為了要與人建立美好的關係 趙王金牧師他曾經這樣說 他說第一要忍耐 第二要忍耐 第三還是要忍耐 若是因為事情不如我們的意 而發脾氣 甚至動出 或者是不願意忍耐 只會造成更大的問題 人跟人之間的人際關係 會因為缺乏忍耐 而破壞的關係 國家跟國家之間 也會因為在外交上 沒有忍耐 而犯罰戰爭 造成百姓遭受到極道痛 而在家庭當中 無論是夫妻、親子、手足 甚至我們跟靈社之間 我們也要學習恆久忍耐 這樣才能夠解決問題 才能夠建立美好的際關係 在一部所說的第四章 第二節到第三節這樣說 他說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和而為一的幸福 我們不僅要學習忍耐 更要學習彼此相愛 竭力保守而一 在愛的理念 包含了饒恕跟和解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 祂為了要饒恕我們的罪 並幫助我們跟上帝和好 祂為我們捨身流血 以如此犧牲的愛來愛我們 因此我們與人之間 我們也要學習我們主耶穌 祂美好的榜樣 借著彼此饒恕 彼此和解 來實踐愛的功課 我們如果能夠在這樣人際關係上 保持正確良好的人際關係 我們就能夠享受 神祂所要賜給我們的幸福 最後要得到幸福 我們也必須為了健康的身體 而感謝神 凡事謝恩 會讓我們更加的幸福 祢的神祂賜給我們 有健康的身體 我們才能夠幸福的度日 不是嗎 所以有健康的身體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特別是身體有疾病的利用姐妹 我想我們更應該能夠去體會 讓我們看見 在醫院的裡面 每天都有許多的病患 在那邊排隊 在那邊受苦 因此我們必須要更加的珍惜 神祂賜給我們健康的身體 想要維持健康的身體 我們就必須要保持喜樂的心 因為神的話告訴我們說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我們要常常保持喜樂的心 盡量避免破壞和動搖 我們心裡面 讓我們心裡 就是避免那些會破壞和動搖我們心裡的這些事情 我們要遠離它 我們如果受到了過度的壓力 我們的喜樂跟我們的平安就會消失 因此神要我們學習 要常常祷告 我們要學習 努力的透過我們的祷告 把我們的重擔都謝給神 而且我們也要請讀神的話語 我們要請讀聖經 好幫助我們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詩篇十六篇第十一節說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的六手中 有永遠的福樂 讓我們向神祷告 我們住在神的恩典當中 神就會賜下喜樂和平安的良藥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在我們的心靈當中產生功效 使我們能夠勝過一切的疾病 不過我們也要看重我們身體的保養 要為了健康而投資 我們要注意飲食的習慣 我們也要適當的運動 要有均衡的飲食 親友姐妹 神的話語要幫助我們 怎麼樣才能夠領受幸福 當我們願意順著神的話語而活 我們願意順從神的旨意 活在神的話語當中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領受 神所賜給我們的幸福的真正 通過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 我們藉著發現人生的意義和目標 以及丟棄貪欲、心存謙卑 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以及為了健康的身體而感謝神 並好好地照顧我們的身體 我們就能夠真實地來經歷 原來享受幸福 可以很簡單 讓我們一起同心來報告 讓我們父神我們來欣賞 祝神我們謝謝你 祝神我們謝謝你 因為你在我們生命當中 沒有極其奇妙的計畫 神也預備了各樣的恩典 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神讓你說你的恩典 是夠我們用的 神來傳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可以更加地明白神的心力 更加地明白神在我們每個人的 人生當中 祂有個奇妙的計畫 和目標 主要幫助我們可以努力 朝著神靈用的標杆 來奔跑 主要你也幫助我們可以學習你的樣式 讓我們可以存著謙卑的心 讓我們可以丟棄一切的貪欲 我們常常為了我們從神裡所營受的 各樣的恩典 學習感恩 主要你也幫助我們可以享受關係 幫助我們可以跟人之間 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主我們知道 你喜悅我們跟人之間 能夠有那個合遇的關係 主要幫助我們 我們也要常常學習忍耐 學習體諒 學習包容 主要學習你的樣式 以使用無條件的愛 來接到我們這些永遠的路 神來求你幫助我們 在人跟人彼此之間的不完全裡面 也許會造成一些傷害 神來求你幫助我們 能夠學習你的樣式 用愛互相的饒恕 主要我們也為了我們現在 所擁有的健康的身體 來向你感恩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 懂得珍惜我們現在的健康 並且幫助我們 可以懂得要照顧我們的身體 主我們相信 當願意真實活在神 你的話語當中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天天的享受 神所要給我們的幸福 我們就能夠真實的明白 享受幸福真的可以很簡單 我們這樣祷告 祈求 是奉靠主人基督的聖明 Amen 我們想要詹樂的時候 我們再試一下 熟師的歌的歌曲 我想像中的一個幸福天天 都表表要塞在你的臉 好相信我只剩下在桃花故事裡 自從夜色藏入我的身影 心中眼睛變得白開眼睛 看見幸福的天地正在我心裡 阿比不需要不客氣 也不需要完美處理 看見幸福的天地 活在主愛裡 幸福是 這星星在擁有你 而且聖地公平 幸福是 無難向自己的手提 找別人的意義 幸福是 相信聖地所寫敏 也記得是聖地 幸福是 想像中在給上帝 讓它比不上帝 我們再唱一次喔 好 唱的時候 我們全都感動性 我們來相信聖地 我們來相信聖地 我們在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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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的聖地 未來和您很親切 就算以聖地 威我一生 心中的確從愛開氣 讓天性 都在甜蜜 而就在我心裡 恩 阿比不需要不客氣 也不需要外面的你 發生真實的簡單地 活在主愛裡 幸福是 相信存在擁有你 感謝上帝共鳴 幸福是 帶下自己手裡 教別人的意義 幸福是 相信存在說是你 愛知的是真理 幸福是 卸下主愛陪上帝 拼祂的擁有你 幸福是 相信存在擁有你 感謝上帝共鳴 幸福是 帶下自己領手裡 教別人的意義 幸福是 相信存在說是你 全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 卸下主愛對上帝 祂的擁有你 幸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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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